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都是搞分析哲学的 结果他们输出了无数本 但是和艺术家所展现出来的美 完全是两回事 因为他们用的是分析的语言 真正的艺术用的是表现 用的是展现 而不是分析 所以当美成为原始真实的显现的时候 真实会因为美而跳动 美被唤起 它建出一种文化来 或者占出一种文化来 这怎么多 人经过美的召唤 人与是与文化去一致了 所以美在这里 从某个意义上来说 美就是渐渐的进入佳境 没有美 人是不可能达成这一点的 也就是说 人是不可能进入先进的 因为美既是开始又是终结 这里很悬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写出来 但奇怪的话 它既是开始又是终结 美是十分完善化 因为它的终结是什么意思 终点就是一种完善 就是最充分的美的显示 显现 所以当外物 呈现出它的最大的潜能的时候 为了美 人也开始继续行善 这个善呢 不是善良的善 而是完善的善 艺术的善就是完善的善 完美的善 完善是根据 在美 完善是怎么展开的呢 完善是在美和不美之中展开 完善很简单 把不美的东西去掉 把美的东西展开 这叫完善 这就涉及到童话 为什么说美的世界 就是童话的世界呢 为什么说艺术就是童话呢 这是因为我们现在的世界 太现实了 太有用了 太功利了 所以艺术的美的结识呢 一方面它和现实的世界 拉开了距离 但是另一方面 它又和丝拉开了距离 因为我们说美化并非丝化 写丝的丝 美化并非丝化 丝是拉开了人与存在的距离 美却是要拉近人与存在的距离 这是美和丝的区别 丝一旦出场 实际上是拉开了你和真实的事物 真实世界之间的距离 但是美的出场不是拉开 而是拉近这种距离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分析拉开了距离 美是拉近了距离 诗也是拉开了距离 美是拉近了距离 美用什么方法来拉近距离呢 美召唤的是感情 而非逻辑 当然美召唤了感情 就是事物变得特别可爱 所以我们说美和爱是同一种东西 美不制造 但却引发出一种爱 这个界限的把握非常痛苦 美只是引导 召唤爱这种东西 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时候 有一个哲学家叫菲奇诺 菲奇诺谈到一个观点 叫做光 美 爱 灵魂 他说光多的地方就会美 美多的地方就会爱 爱多的地方就会上升到灵魂 然后灵魂又变成光 光又变成美 美又变成爱 爱又变成灵魂 这么就是良性的循环 所以这个说法呢 当然它是宗教上说的 它那个灵魂是回到天国里 它这么说的 但是即使我们即使就从艺术上说 从艺术上来说呢 我们却发现美不制造 却引发爱 从对美加以透视 或说以美的角度 以美的立场 对一切进行裁判 那么你就会发现 魔灵两可的东西 马上就变得清晰起来 所以美就是一面镜子 模糊不清的事情 通过与美的东西对比 就变得清晰起来 我们知道做实验 是需要很多四季啊 四子啊 化学反应啊 结果会有很多不同的颜色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美就是一面 恒亮天地万物的四季 四子 或者一面镜子 美因为坚持了方向 而使自己接触到了 事物的本质 而呈现出真理的性质 所以美和真理之间 具有非常复杂的关系 美和真理之间的关系 是非常复杂的一种关系 这里还有一种东西 叫幸福感 幸福是传染的 不是分析的 幸福是能于能 像传染病一样传染的 它不是分析的 分析半天什么叫幸福 什么叫不幸福 你分析不出的 传染这个词 我们基本上是用来传染疾病 用在疾病的传染上 但是幸福的传播方式 恰恰就是传染的 幸福的传播方式 实际上就是美的传播 因为美而带来了幸福 而不是灌输 灌输就是分析 美的传播是繁殖性的 它会让人的内心 像鲜花一样绽放 这是一种释放 一种解放 一种自由 或者说一种神秘 实际上这里面 就是叫这么一个概念 就是自由和神秘 实际上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 但一个人自由的 他就是神秘的 你如果给一个人多大的自由度 你就给了他多大的神秘性 但一个人完全被控 完全没有自由 他就一点不神秘 为什么爱情这么美好 因为谁都不控制谁 为什么在家里 就觉得生活平淡无奇 毫无神秘感 毫无美感 这就是因为 你可能没有了自由度 是吧 所以你假如要制造神秘感 或者在你的作品里 要制造神秘感 你就给他自由度 你给他自由度越大 他就越神秘 你给他的自由度越小 那么这个自由度 和你的技巧性里面的关系 也是复杂的关系 所以这里涉及到 很多层面里面的复杂关系 使我们感到艺术 或者艺术的美 就是一团东西 这一团东西就是 怎么也理不清楚 越理越乱 但是这种东西又很敏感 你把它分析出来 或者你把它解读出来 但是你要再把它 把这一团东西理清楚 我看就很难了 那么还涉及到一个东西 就是叫审美快感 生活当中 如果奔发出 并发出一种美的繁殖 那么在那个时候 幸福也就在这个过程中发生 如果出现一种东西 叫美的繁殖 那么幸福也就在这个过程中发生 所以它也是渐进的 渐入加精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美是一种公开的展示 是在那里被揭示 但是美不仅是在揭示一种本质 它也是在聚集 靠近完美的力量 美有一种力量 就是能把所有趋向美的力量 聚集起来 美能勒令 一切非美本相的东西退场 但又要求事物向肉眼 呈现一种天命 美的道场 就把人置于真理的框架之中 勒令人们开始 服从和执行美丽的本质 所以美是新时代的召唤 唯有美和丰富的生活道场 世界才可以被称之为文明的 然后对美的亲近 却又不是一种崇拜 假如一个人说 我是崇拜美的 那就说那个人完全不懂美 因为美不是崇拜 美是亲近 美只能亲近 不能崇拜 亲近就是与事物的本质靠近 美把正当的东西 美把正当的事物 放到了本质当中 因此也就为事物安置了牢固的根基 美也乱人曾经沧海 那么从此呢 人就开始领悟 确定了自己的方向 所以我们赞美了那么多美的本质 其实想就是想说艺术是什么 说穿了意思是现代世界的童话 是吧 神话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要在不美的世界中 用美来召唤人心 用美来搭起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挺奥的对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童话了 我们接下来呢 就来讲讲童话 第五个问题 叫做美与童话世界 那么我们就来说童话和神话 我们感到呢 西方的童话和神话 和中国的童话和神话 有本质的区别 中国的童话呢 首先有的不是道理的解释 而是一种超能力 超强的力量 中国的童话里面 那个不是和仙女联系在一起 而是神仙联在一起 而西方的童话呢 是和巫婆联系在一起 是不是 和仙女联系在一起 中国是和神联在一起 在中国的童话里面 有了太多的超能力的力量 我们一说童话 就想起变化万般 像生悟空那样 有七十二般变化 好像里面的那个主角 就是能做不到的 凡能做不到的 是和能对立的 这是中国神话的根源 但是西方的童话里面呢 基本是放在道德和生活的层面上 来加以阐述的 中国神话的超越性 要超过了西方的神话 所谓超越性就是超能 中国神话里面的那个超能 是和人的对立面来完成的 凡是能力做不成 玩不成的事情 都可以通过超能来完成 但在西方的童话里 神话里面呢 是把人放在里面 他不是通过超能来完成的 而是让人来完成 某种神话或者童话的结局 比如说安徒生的童话 那个卖火柴的女孩 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故事 还有碎美人的故事 这里有魔法 但没有超能 所以从生活的那个纯洁度上来说呢 西方的那些童话呢 和东方有不同的起源 我们盼望超能的拯救 而西方的童话 却往往是破除某种禁忌 像那个人类学里面某种禁忌 所以那个主题好像是不同的 它的主题和我们的主题 好像是不同的 那么我们说天下万物 我们说天下万物 凡是浅的东西都更能够接近 凡是深的东西就难以被理解 所以东西越浅 它的感知面越大 东西越深 它越狭隘 所以童话应该说是最浅的东西 但是我们把最浅显的东西 用来作为我们表演的题材 而表现的 恰恰就是与人最接近的一面 表现人的身体 自我 时间 空间 社会 自然关系 这种东西表现好了 然后你再去表现政治 宗教 所以人和神话的关系 人和自然的关系 实际上是一种由近接远的关系 所以我们说明很多艺术 选择童话作为题材 最主要的是 他是选择了一种 最容易与人沟通的题材 我们会用哲学做题材吗 还是我们用童话来做题材 哪个比较好 因为童话可以用到直觉 让人在感觉或者直觉方面 就可以沟通 而不需要分线 现在有人已经提出 不要用文字了 就用图像 有个人写了一本书 叫图像时代 说我们以后用文字太傲 我们直接画图好了 画图一看就懂 图像就是直观的 文字要唠个弯子 为什么我们的表演是直观的呢 给人直觉的呢 就是因为我们更像小孩 小孩就是直接的 童话就是在人心底里面 人的灵魂里面自然流出来的东西 所以它不是超难的 但是神话的主题却有一定的道理 神话的主题 一个主题就是爱 很多西方的神话 八雷武的神话 宣扬的一个主题就是爱 像那个睡美人不就爱吗 一个城市都昏睡过去了 后来皇子来了 给他一闻 是吧 那么就苏醒了 就是爱 从这个艺术上来说呢 艺术和美的传播 就是爱的传播 但是艺术呢 又不制造爱 它通过美来引诱爱 要让那个爱 自动的涌现出来 因为人和人之间 距离的拉近 本着就是感情的拉近 它的教母就是艺术 而出境的 真正过程的是爱 神话的另一个主题是命运 命运在希腊那里呢 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主题 比如为什么要有一场战争 叫特洛伊战争呢 主要是几个女神不和 命运呢 就可以借巫婆巫术 的法术来规定 所以也可以归结为命定的结果 所以神话表现的是 对命运的服从 还是对命运的超越 那么人在命运里面 是自由的呢 还是被控的 命运是可以通过爱 艺术美来改变的 所以每一个西方的故事呢 命运往往都有一个 悲惨的开头和幸福的结尾 为什么会有悲惨的开头呢 就是因为人的命运是被控的 而幸福的结尾呢 就是因为加入了美和爱 爱的力量和美的力量 最终能够冲破枷锁 这当然是一个大欢喜的结局 那么童年的时候 我们都喜欢童话 那么最喜欢什么童话呢 喜欢什么安徒生的童话 安徒生是个很扭曲的人 安徒生很变态 我们说安徒生很变态 但是他活得特别痛苦 一生很孤独 但是他又是个想象力极其丰富的人 实际上每个人脑子都是一面镜子 大部分人的镜子是一样的 一个刺激进来 反射出去的位置也一样 但是有的人的镜子就是偏了一点 明白这个道理吗 他反射出来的东西 与别人不一样 但是还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 这种人就有点像大科学家 或者叫做天才 当一个信号传进去 给你一个刺激 大多数人脑就是一个面镜子 处理一下 反射出来都是一样的 但有的人脑子里 那个镜子稍微有点斜 一个信号进来 它反射出去的是另一个信号 但是这个信号 还是在正常的范围内 这种人呢 就是能够发现很多新问题 安徒生恰恰就是这样一种人 一般人看到火山就逃 再不就是看到火山 就进行科学研究 但是安徒生一看到火山 就马上反射出来一个仙女 一般人看海就是游泳的地方 安徒生一看海 就会折射出一个海的女儿 所以搞艺术的人啊 那个脑子的镜面呢 有的时候要稍微和常游 有点不一样 安徒生写童话是不痛苦的 他很多层 主要的问题不是他训练出来的 主要的问题是他脑子里面 镜面有点斜 我当然这是瞎说 你们同意吗 就是一个正常的东西 反射出来 他反射出来的点 和一般人不太一样 所以他这种人搞创作很聪明 就是很幸运 他写出来的东西呢 是在正常人的结构范围内 我们知道有好多好多著名的科学家 艺术家 家族里面 兄弟姐妹里面 都有很多人精神有点问题的 他们不是 他们很正常 但他们的亲戚朋友 亲戚兄妹里面 可能脑子有点问题 因为精神病从逻辑上来说 都是对的 你知道精神病不一定是错的 有的时候是反应快 不一定是错 你比如说一个飞机飞过来 一个精神病就马上就拍手 你说你为什么拍手 然后他就说 飞机里坐的是远方的客人 客人到了我要欢迎他 我要欢迎他 所以我拍手 所以他没错 从逻辑上来说 他一点没错 但是他错了 他错在哪里 你从形式逻辑来反驳他 他没错 但是他错了 他错了比你快 他比你快不知道多少倍 然后如果你不去制止他 他还可以做出奇怪的举动来 但是他完全可以用自己的那种想法 来说服你 他有道理的 他不是没道理的 你别以为他看到一个飞机就拍手 你觉得他精神病了 他不是精神病 他脑子比你快 这是速度的问题 你没到这个速度 所以你不能理解他 你不能理解他 你比他慢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就是安徒生问题不是速度 安徒生是镜面 可能有点差异 所以一般的东西 从他那里出来就变成童话了 所以我们说呢 为什么喜欢童话呢 因为童话有好多类型 我们小孩子 小孩子一般都很缺乏安全感的 所以常常喜欢通过童话 给他一个承诺 很多童话都是给人承诺的 比如说青蛙皇子 白马皇子娶一个公主 或者说我们以后能过 很好的幸福的生活 或者你被带到森林里去产蘑菇 你能躺在一个用堂坐的床上 这也是承诺 这种承诺呢 从儿童心理学上来说呢 就叫做保证 保证里面带有一定的道德训诫在里面 大家都听说狼来的这个故事 然后来了这个故事 说明安全对儿童来说是何等重要 所以童话作为一种教育手段 也不是瞎写的 它还有一种童话呢 是一种对诱惑的抵制 叫人千万不要贪心 不要轻易接受别人的厮守 比如给你一个苹果 吃了你就变成一个蘑菇之类的 所以这也是保证 但是保证里面有一种教育手段在里面 还有一种故事 它是要体现一个明智的重要性 因为小孩都要缺乏一种身份认同 所以明智对小孩来说是特别重要的 有个民间故事就讲 有个出生下层社会的小姑娘 父亲是个模仿主 因为一个骗人的诺言 那个小公主就和皇子结婚了 她怎么骗人的呢 那个小女孩说 我有种超能力 可以把亚麻变成精子 于是她就被关在一个屋子里 那个皇子就说 假如你真的能够把那个屋子里的所有东西变成精子 我明天就和你结婚 那么那个小孩呢 实际上不会变的 然后皇子说 假如你变不是精子 明天就把你杀掉 那么小孩就没办法 因为他说谎了 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呢 突然出现一个小矮人 那么西方的英雄 都是往往以小矮人的方式出现的 小矮人就说 只要你答应 把你和皇子生的第一个孩子送给我 我就帮你实现你的愿望 那么小姑娘就在死亡的威胁下 就说没问题 那么第二天皇子一看 房间里真的全部变成精子的了 于是就婚礼举行 那个魔房主的小姑娘就成了皇后了 后来成了孩子 那个小矮人就来了 提醒她说 那个你应该把小孩给我 那个皇后就说 我也喜欢我的小孩啊 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啊 用别的东西来弥补吧 小矮人居然同意了 她说你知道我 我叫什么名字 假如你能猜得出我的名字 那么我就不找你麻烦了 那么那个皇后就开始猜 就是说 其实那个皇后也不知道 对吧 只是那个小矮人呢 在说话的时候 跨口的时候 不小心呢 把自己的名字透露出来了 于是皇后就猜对了 那么那个名字很奇怪 叫做龙培尔斯迪尔庆啊什么的 于是魔法就解除了 这种故事呢 小孩子特别愿意听 对吧 因为它说明了名字的重要性 那在故事在表演的时候呢 就可以叫小孩子 小姑娘就可以问下面小孩子 那个小矮人叫什么名字 那么小孩子就很高兴 就是说他叫青蛙 他叫苍蝇 他叫大卫 那么小孩子为什么会开心呢 为什么喜欢猜名字呢 就是因为小孩子缺乏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 所以西方的神话里面呢 这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通过苦难 追寻到自己的财产 婚姻身份 白马皇子 白雪公主 那么这些人灰姑娘啊 这些人不仅漂亮 而且呢道德上也纯洁 那些讨厌的做坏事的角色呢 就被服役一种邪恶的巫婆性者 继母这样的身份 这些呢都和小孩子心理有关 那些人不仅相线是什么 阿诺 感谢观看